本期話題來看到今年全台第一位黑鮪魚 在今天上午以每公斤13100元的價錢成功拍下 這一次的拍賣價格比預期的還要高 應該是南方澳的最高價 而從週四開始也將會販售給消費者 民眾不停舉牌喊價拍賣員大聲詢問 還有沒有人要假假 大家會如此激動 全是因為今年全台第一位的黑鮪魚 17號上午正式在南方澳排賣 民眾紛紛祝賀白衣男子 就是今年的得標者 他以每公斤13100元打敗眾多競標者成功拍下 是我的想像太刺激了 太太興奮了 日前由蘇澳再發668號魚船 所捕獲的今年全台第一隻黑鮪魚 重量約269公斤 身長253公分 而宜蘭縣富及漁業術 為了排出好價格加碼從101萬元起拍 最後得標價高達352萬元 算蠻高的 很高啊 黑鮪魚南方澳應該是破紀錄的價錢 我們這次明天回去台北以後呢 會我們三個店會分別就把它促銷掉 去年東港的第一位以每公斤10200元得標 今年蘇澳的全國第一位可說是創下南方澳的最高紀錄 而排下的黑鮪魚週四開始也將在台北的三間店販售 讓韜客大飽口服 記者張凱婷宜宜蘭報導